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只是针对学校多发每人两剂的快筛试剂 希望学校跟同学们自行加强监测保护健康 小爱爸爸谢国良这次来到建德国小 实地关心快筛试剂的发送工作 基督市政府为了因应疫情的升温 特别在校方来加发快筛试剂 我也不喜欢 不过为了健康 不过为了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好不好 好 里面有两路快筛 这是两路快筛在里面吗 对市长爸爸要送给你们寒假的时候 可以自己自我监测好不好 坐下来打招 最近因为大陆疫情又新起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也特别注重校园的防疫 所以我们在盘点以后 我们是希望全基隆市的每一个学生小朋友 都可以发两个快筛记 让他们不论是个人或在家里有需要的话 可以多来验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然后也共同的推动跟加强我们目前校园防疫 也不要让疫情再度的升起 所以我也感谢包括中发处教育处的同仁 都能够在很快的时间促成这次的发售 投资源开始到高中 然后所有的师生一人两斤 那这样一共是八万斤 那这是所有现场的快筛 那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市长 市长呢下令把这个快筛记发送到 其实就是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在高中以下到幼儿园每一个人两季 那为的是因为今年的春假 也就是说过年的假期长达十天 那希望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放 让小朋友能够在家里面 不渝 他们能够随时监测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疫情有升温的状况 因为呢国门打开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也呢 家长们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非常地感谢 那如果带回去之后 我们学校一定会赶快把它分装 然后在寒假之前赶快分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而对市政府能够急早部署 加发快筛 校方跟同学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及早因应 储备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工作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导 有民众反映 基隆综合体育场被轻到工程土方 针对这一点 谢国良市长特别前往现场了解 原来是教育处的工程土方暂时停放 画面上是基隆综合体育场的工地 基隆市长谢国良会同教育处 基隆市市员吕美林 以及环保局警察局等单位 到现场进行会刊 主要是工地现场 并民众检举有工程废图堆制 经过了解 确认是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工程废图 土方各位有看到 有一部分土方呢 其实不是属于这个工程的 但是我们在附近有一个 民传国中的校舍兴建工程 那那个部分是盖校舍的一个工程 它也是有些土方要出 那但是 但是民传国中那个进出的道路 非常的狭窄 那那个部分为了避免学校的 学生的进出 我们有跟校方协调说 我们改用小车来出土 那小车出土必须累积到 一段时间才能出到 这个合法的企图场 那那个部分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 教育处狭下的场地 所以之前有依规申请 这是一个站置场 所以有部分民传国中的土方 站置在这个场地 那这个部分也是依照程序申请完成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厂商 只要累积到一定的出场 就立刻出到合法的气质场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 依规定去申请的 第三个 你知道这个站置的地方那么久了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它不是只是站置在这边 各位 我再拿出一个证据好了 给你们大家看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是在这边除了做战事以外呢 他们做的是什么 是在这边分类 在那边开 把细杀开走 如果我今天给你看一个的话 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事情 既然林美议员有这样的资讯的话 我们会回去了解 清查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如果是之前的厂商有违规 我们是依法就办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可能要让我们有一点时间 去了解清查这个状况 才会帮他跟各位做比较具体的回复 我们可以由这个工程的查核小组 市府有一个工程查核小组 那我觉得一方面 既美林议员提出的资料 我们会看清楚 那对于市府刚刚的说明 我们也会把它调查清楚 那我们就会由市府的工程查核小组 那做一个公正客观的理解跟调查 不过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件事了 这里不是气土厂 所以不要乱丢土方在这里 这里是大家住的地方 那这个环境大家一起来保护 把这里弄成一个一直都延宕的工程 就已经很不应该了 居然还是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倒气土在这里 我想这是不对的事情 不可以因为厂商跟他们这个工地 都是他们教育处的 就把这个地方拿来做土方气质厂 这个是不对的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 我已经来了 已经要求他们不可以再气质任何 任何一立方公尺的土方都不可以了 那麻烦你去要求这个厂商 不管是新拿来到的 或这边得标的 尽快把这些土方 要赶快的去把它清除 你可以跟他们说 如果他不清楚的话 本府会有后续作为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何 不应该存在的工程废土 这样的状况 对市民无法交代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在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的赞助下 指风车剧团在安乐区进行公演 由于天气非常好 现场有许多亲子全家出动 欢笑声连连 画面上是安乐区的旧面粉厂空地 由指风车剧团进行精彩的互动演出 适应许多亲子来参加 小爱爸爸谢国良 特别喜欢这样的场合 也到场关心 为活动的开幕进行祝福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很开心 谢谢任团长带了我们指风车 到基隆这边来表演 其实一到冬天大家都很常下雨 所以我们难得有好天气 一定要出来走走 那国良也跟大家报告 我现在目前也很努力的 在推动我的室内的儿童乐园的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大概一个规模左右 大概就是100到100出头坪 那目前我有规划两个地点 一个是在新一区行政大楼的顶楼大礼堂 一个是在七堵区行政大楼的大礼堂 那因为这个地方以后都可以 拿来冬天下雨全天后 可以拿来做亲子的活动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 我希望能够在儿童节左右 希望能够把它落成 让大家来试玩看看 那最后还是谢谢任团长 办这么好的活动 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吧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今天好开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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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透过剧团精彩的互动演出 让现场的欢笑声不断 亲子同乐相当的温馨 另外现场一开始 还有安排内疗社区的小朋友 进行打鼓的表演 展现平日苦练的成果 也获得全场观众的掌声 记者黄日生季佣报道 季佣仁爱区的慈修宫 举办一年一度的冬令救济活动 发放过年物资 给700多个弱势家庭 季佣市长谢国良 特别前往致谢 感谢慈修宫委员们的善心意志 慈修宫 赞 却市长 赞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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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小心 王四十八 站不站 在 却市长 放放 放 我们正议员最热心 对不对 对 畫面上是仁爱区仁三路的慈修宫 里面供奉的是官慎帝君 六十年来慈修宫 在这边香火鼎盛 因此庙方多年来持续进行冬令救济 光怀弱势的民众 金庸市长谢国良 特别来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出钱出力 让在地温暖 爱心源源不绝 今天很开心 来到我们的冬令救济活动 包括姜世良 主委跟我们的简主委 都有非常多的爱心 今天来到这个冬令活动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后面也有很多的书法的活动相关的 在寒冬中给大家温暖 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 我想慈修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做慈善爱心的一个活动 那正值这个年前 而且天寒地冬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心温暖 分送给大家 那这个也跟我们所办的这个爱心冰箱 有同样的这一个用意 那我想大家都在年关之前 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温暖 与爱心 在寒秀控中已经开始至今 已经有六十六年了 从起始以来都有做这个冬令救济 我寒秀控这段时间很厉害 他以前要来救济时 他就是要不行 他就是要来救济 其實我也從來辦這個唐人求職 這個時候很開心 所以我繼續唐人都要辦 對,唐人要辦 他說,我們這個 店員很會吃的香蕉 香蕉都很多 這都是香蕉都叫我這樣 唐人都很年輕 那你怎麼有湯? 湯,有米啦 油啦,米啦 餅 這每年都有辦 反正要求一年 我們總幹事室也辦得這麼好 這 你都 上這純蓮 麻麻油,米 都好 所以我們原則上 都不用到廟裡面的香油錢 就由信眾大家共同來捐輸 來贊助 那我們會成立專款 當這個經費 如果今年用了有勝 我們就留在專款 等到明年這個專款到一個階段以後 我們再加一個行政區 就是逐年增加行政區 我們今年有能耐中正信義 加上七百多五 現場除了東陵救濟愛心活動 另外還有獅子會的血糖健康檢測 而石修公在旁邊的李明慧堂 還規劃了名家揮好顯車林的活動 讓在地充滿著濃濃的過年人情味 基隆有愛城市 記者黃日生 基隆采訪報導 快過年了 基隆慈芸寺在農曆蠟月十五 舉辦卸燈儀式 換上新的公燈 廣場上邀請知名書法家 輝豪送春聯 都是新年吉祥化 對自聯更是教化人心 藉由宗教的信仰 讓大家多行善迎接吐年 農曆十五 廟方舉辦卸燈儀式 換上新的公燈 廣場上邀請知名書法家 輝豪送春聯 迎接吐年到來 民眾索取吉祥春聯 還有可愛的圖畫春聯 都很受到民眾喜愛 老師有幫我畫一個圖 對 就是吉祥 吉祥化 金嘛就是可以金吐 對不對 就是帶一個房金讓金吐 金吐滿滿這樣 對啦 然後就是迎春 是今年的好照顧 法恩娘 劇沙母 人情 地府 美容 尷尬 就是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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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好話 對 說好話 做好事 做選手 新人 還要去應用百人 新人 這樣做的是 福氣 就是開工大吉啊 村啊 然後門啊 廟房啊 貼心準備吹風機 讓民眾把春聯吹乾 民眾索取春聯 替家戶增添喜氣 新的一年到來 慈雲市舉辦一系列的藝文活動 因為疫情已經驅反了 所以我們也是要那個 義務活動也是要辦 規劃 書法 什麼都要辦 原消息也要辦 還有我們掌學金要花花 因為 等一下 要把那個 那虎燈 虎年虎燈 金虎年的燈 卸下來 過幾天 裝上去這個 育年那個燈 很多人來點燈歡迎大家來點燈 保佑平安 健康 除了免費 春聯索取 慈雲市特別邀請 剪子老師 現場 大秀手藝 兔蓮送給 祝我們本市 香火鼎盛 大家青春愉快 大家健康 農曆12月15號 都送春聯 還有我們這個 明老師 這個 整住是很 很難得 今天是育畜年 我很喜歡 他送給我兩幕 迎接新年到來 慈雲市提前過年 廣場上主題燈 紅兔大展 預計在過年前 組裝好 正式亮相 歡迎民眾在過年期間 來到廟裡走走 感受新年喜氣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好 大家請安安問好 謝謝 謝謝 加油 謝謝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金融市朝阳爱新社特别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针对60户弱势户 每户发放5000元 总共发出大约30多万的慰问金 希望帮助弱势及边缘户民众能够安心过好年 受到疫情影响又快要过年了 对于能够接受到朝阳爱新社这份爱心 受证的民众真的感动又感谢 过年前基隆市朝阳爱新社特别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针对60多户弱势户 每户发放5000元 总共发出大约30多万元的慰问金 希望帮助弱势家户能够安心过年 我们希望这些社会的同学们将来长大以后 机会能够也像我们爱新 朝阳爱新社一样能够奉献着一份小的力量 发挥大爱 我想也让我们社会到处充满的一个温暖 磨心的一个社会 在农与春年前夕 在这边我也跟我们社长一起祝我们所有的市民 在新的一年固年形态一 学家保护身体健康 受到疫情影响不少民众过得更加辛苦 遭阳爱新社希望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一位民间高手 中山区建民里一位80岁的长者 多年来练瑜伽 也经常到建民里民活动中心舒展筋骨 我们记者采访当下就展现了一字马的劈腿功夫 让众人相当佩服 说劈腿就劈腿一字马 对中山区建民里的戴叔叔来说小菜一叠 不过您知道吗 他今年已经80岁 能够筋骨如此软Q 都是多年来练瑜伽打下的基础 而且平常更可以利用建民里开放的活动中心 让他们这群长者活动运动 才能维持如此软Q的筋骨 平常我们这个社稷没有在运动 我家里又有运动 中山区建民里长郭振勇表示 鼓励长者走出家里到户外活动交朋友减缓退化 就是他开放活动中心最主要的目的 开放你们活动中心 让你们有那个活动的空间这样 我连任以后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来推动 因为老人家在家里就是让电视看 来这边开放空间 就是让他们活动轻补 一向照顾关怀长者的基隆市议员郭美秀就非常支持 各里都可以善用活动中心 让长者们有更多活动的空间 以及课程可以学习交流来维持身心健康 当然我一定会尽量去配合 因为我真的超爱我们中山区的老人家 他们真的很可爱 然后他们如果里内有什么活动 他们都很乐意下来当志工 像我本身IC协会里面的志工 几乎很多都是退休年龄 甚至于八十几岁都有 他们而且很热忱 所以说社区来讲如果有更好的地方 让他们做一些健康操或是一些研习班 他们其实像画画班他们也没有人 我自己之前IC协会有整理画画班 他们的作品都相当优秀 所以说老有所用 他们真的很厉害 目前基隆市老人总数占基隆总人口数19.23% 也就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长者 预估最快2023年基隆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因此鼓励长者在地学习健康老化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农历春节快到了 安乐区公所携手企业与社会团体等圣星人士 举办春节爱心联欢餐会 邀请低收入户共聚一堂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委都亲自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并颁发感谢壮 感恩各界圣星人士出钱出力 一起来关怀陆续民众爱心送暖 凯峰乐团萨克斯风带来精彩的开场演出 画面现场是安乐区公所 攜手企业界与社会团体等善心人士 在北都饭店举办春节爱心联欢餐会 邀请低收入户共聚一堂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委 还有安乐区多位市议员与里长 以及市府社会处长杨玉鑫 与民政处长张渊祥都到场参加 市长谢国良上台一一颁发感谢壮 感恩慈云寺等社会团体 与企业界等善心人士出钱出力 在岁末时刻一起来关怀弱势民众 现在要颁发的是国家精神福德功 与企业防备咬房一眼 那国良在选举的时候 走访基隆各个角落 也可以体会到 我们基隆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 还需要我们来更加的关心 我们更加来付出对他们的一个关怀 所以包括杨玉兴处长在内 处长前一阵子也在寒冷之中 去关怀很多游民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市民朋友感受到 我们真心的想要关心跟关怀大家 了解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未来 所要面临的各种关怀上的问题 然后一样一样的能够落实去解决 这个是小爱爸爸 我都拜托大家不要叫我市长 叫我小爱爸爸 叫我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请大家继续鞭策国粮 叫我小爱爸爸好不好 谢谢 真的叫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那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服务市民朋友 那我也努力尽心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做不对的地方请尽管鞭策 这个议会一定会好好的鞭策我 但是各界都要这个好好的 给国粮一些提醒跟提点 我们一定有一些做不够做不好的 但是只要我们理解到 我们还要哪里加脚 我们马上改进马上改善 这个是我未来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心态跟想法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爱心人士 尤其这边有包括中居福伦社 House哥在内 还有我们张主席在内的非常多的善心好朋友 谢谢你们也谢谢大家 谢谢 我想这个小爱爸爸在这块一定是会非常的这个着力 那我想未来基隆市政府一定会特别重视我们 不管是中低收入户等等 还是需要帮忙的家庭 未来我们跟市政府一起来努力 我想市议会也都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希望大家期许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然后希望基隆可以更平安更好 社会处表示市府与七区区公所陆续于各区举办春节爱心联欢活动 市府发放每户春节慰问金4500元 并特别加发每户各界捐赠的慰问金1200元 及百米15斤 市长谢国良也再次感谢各领域的善心人士的付出与奉献 参会现场充满了温馨团聚的过年气氛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2023总统府春联红包带及议员福带来咯 金融市从1月9号开始 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及12位党籍市议员服务处 提供民众索取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千万别错过咯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手上拿的就是2023总统府春联 配合今年兔年春联上的喜福韵兔 取吐与吐的谐音 希望祝福国人在兔年都能欢喜福气好运连连 我们今年的春联那么到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那么就是喜福 喜福应徒 那么这个应徒 这代表我们兔子兔年 兔子的谐音 有个头啊 温度 温度 就表示说 今年 头年开始 那么祝福大家 都有好好文 要在一段钱就有 那么本来一趟都数数顺利 最受欢迎的总统府兔年红帽和议员福袋 则是以原论又卡哇伊的金兔造型为主 炯炯有神的眼睛 加上一对招风大耳 可爱又讨喜 今年这个兔年 那么也是议员富士的这个福袋 那么大概今年的材质好像比较好一点 那么而且还可以折成这样 那让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那包括红包带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正面这边 有一只非常金色的兔子 那么后面有总统府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 那么赖清德的签字 在这边 这是两个 包括刚刚的这个村联一样 就是总共这样一分 我们的刚好三种款式 这样 那在这边就是要祝福大家 那么大家新的一年开始 那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一整组包含春联 红包带及议员福袋 金融市部分从1月9号起 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12位党籍议员服务处 供民众索取 由于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让萌哒哒的惊吐 陪您开心过好年 祝大家 玉兔之年 好运连连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